朋友们今天是一期非常突发的视频 最近宝可梦25周年 卡牌也出了一个25周年系列 原价在日本那边其实是300人民币 但是现在已经非常厉害的在网上炒到了 1300到1500人民币 差不多快翻了5倍 按理说我其实能忍住 但因为今天逛街看到了 实在是想给大家买回来拍一期视频 因为我本身不玩卡牌 所以有很多不专业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见谅 我买这盒25周年的宝可梦卡牌系列 花了1040人民币 然后它是送了这个4张 这个系列的特殊的卡片 P卡 这个在那边单买是要300人民币一张 我知道在日本买会便宜很多 这黄牛很缺德 也赖我们自己 我觉得这个东西炒高价格 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这45周年的盒里边有三张高喊卡 听说是大木博士最不值钱 然后梦幻最值钱 但本身我挺喜欢大木博士的 所以我就也还好 是6包卡 最多有两张高喊吧 张高喊很难的 我们就一个个给大家看 第一包 我不会第一包就开到了 梦幻吧 第一包卡 我们有一张盾狗的RR卡 25周年的卡牌 你在这个小脚标都能看到 它25周年的logo 我们的莉莉爱和小星云 第二包 这包什么都没有 大木博士的一张闪的训练卡 它其实闪的花色不一样 这张更傻 第三包 天呐 这期视频居然花了我1400块钱 还不算打车钱 啊 哇哇哇 等一下 哇哇哇哇 天呐 哇 这个 这是最贵的那张 哇哇哇 哇 妈呀 哇我这运气可以啊 25周年的这张金色的闪光梦幻 那是不是回本了呀 我是不是看别人说日版的那个一整箱才只有一张啊 这一整箱很多盒里面就有一张 哇 这是什么运气加成 很久不完就可以吗 我们看下一包啊 哦 下一包 哎 下一包是我们说的这个巨大皮卡丘的VMAX 非常的可爱啊 25周年的古拉顿 25周年的月神 有没有双高喊啊 我是没有大木博士了吗 可我很喜欢大木博士 啊 这张 这张我个人很喜欢的初代皮卡丘画风的一张 等一下 这是大木博士 双高喊吗 哇 大木博士 妈呀 我刚才是没看到吗 哇这张大木博士好帅啊 妈呀 大木博士和 大木博士和梦幻 妈呀 我的天呐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下一包 那我还开什么劲啊 还是我们莉莉爱 我们下一包 哎又是一张可爱的这个001编号的这个皮卡丘 下一包 古拉顿海黄牙 小青云梦幻 小青云梦幻 下一包 大木博士 身上不一样这边有一支应该是联动皮卡丘 这边有一支应该是联动皮卡丘 我操有点 我有点有点牛啊 我 下一包 下一包还是都是小神兽 绝了我太牛了我 哎下一包下一包是我很喜欢这个飘浮气球的皮卡丘 而而而而卡这张非常的可爱啊 这个闪卡的梦幻 最后三包啊一块开了给大家看吧 哎 这张是冲浪 皮卡丘冲浪皮卡丘的而而卡 那这次呢还是非常珍贵的呢 是这个P卡 特殊卡 这个版本呢一共是有25种的特殊卡 正好符合25周年嘛 但是他会有那个25周年的角标嘛 好像是玉三家那三支的最终计划型 价格也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看啊 我们这次只要抽到的是初代精灵 我们就高兴了 那么四包 大家可以单目猜一下看我能开到谁啊 第一张家人们先看 火箭队 火箭队的这个训练师卡 很喜欢这张 但这张应该不值钱吧 我们第二张 我会不会开虫啊 太浓了 哎 我们看到了一个角是红色的 我们能不能抽到喷火龙呢 喷 喷火龙 啊我们抽到喷火龙了 初代的那个玉三家 这张卡应该还不错吧 我就要300吧 至少300吧 天哪 我们还有两包 之前我特别想要开那个一部系列 然后我最后没有开 因为怕 我的粉丝看宝可梦卡 还是比较少 这比我游戏抽卡多了 第三包是我们这个第三代宝石的一只 它叫什么 什么木偶啊 还是什么鬼 我不太记得了 我们最后一包 是电属性吗 那我们已经输了 闪卡帅是真的帅 但是呢 不是我想要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它值不值钱 如果它值钱的话大家可以告诉我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宝可梦的25周年系列卡牌 日版开箱就结束了 那我们开到了三张非常牛逼的卡 我们的大木博士 我们的金梦幻和我们的喷火龙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还想多多看我开宝可梦的卡牌的话 就多给一期视频点赞互动吧 那大家拜拜